一个人到底能有多无私呢 能够在临生前提出 捐献脚膜解剖遗体 骨灰洒向大海这三个意愿 在人生结束后 仍要奉献出最后的一份力量 这个人就是为新中国奉献一生 三次被打倒 依旧无怨无悔的带领新中国 走向富裕的老人邓小平 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 夫人卓琳只能眼含着热泪 用颤巍巍的双手抓着她的骨灰 喊着小平的名字 酒酒不愿意松开 却还有忍痛将骨灰洒向大海 而邓公临终前有一个最大的遗憾 让向来豁达的他不能够释怀 本期节目 咱们就来好好讲一讲 邓公最大的遗憾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是成全获得97年 就是我从97年 就是要中国社会香港之后 到香港自己的骨灰上走 看一眼 遗憾的是她如愿活到了1997年 却没有看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1996年12月的一刻清晨 92岁的邓公一觉醒来 突然感觉呼吸有些不顺畅 咳嗽不止 吃东西都无法下咽 身边的医生无法治疗 只能将她送进了医院 夫人卓琳每每回想起这一天的时候 都叹息的说道 没有想到她这一走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一年二月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 全体政治局常委都被要求 不要抽筋 留在家中待命 这个通知就意味着 邓公的生命随时会走向终点 而此时的他还惦记着一件事 那就是希望能熬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到香港去转一转 在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 即便这个老人已经让病痛折磨得如此艰难了 国外的媒体也没打算放过他 自从1994年的春节之后 邓公已经很少公开露面了 就不断有军心叵测的人造谣 光是病危就少说有一百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却是真的 2月19号 老人的呼吸衰竭 只能靠着呼吸机来喘气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跟他告别 并写信给了江主席 将邓公对身后事的三个要求告诉他 一是不要搞遗体告别 不设灵堂 二是解剖遗体 留下眼角膜 供医学研究 三是把骨灰洒入大海 21点08分 邓公停止了心跳 那一天的北京晴空万里 好约当空 说了以后事的时候 秘书将他的衣物 都投进了炉堂 却发现老人的内衣都是戴窟窿的 想到他竟然一身 什么都没有留下 临终前还穿着戴破洞的衣服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泪流不止 夫人哲林 陪伴他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深知邓公的遗憾 为了了占占他的心愿 哲林代表邓公去了香港 亲眼见证了香港回归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他的出现 也成为了香港回归仪式上的经典镜头 寄托了人民对邓小平的无限追忆和爱思 不知不觉 邓公已经离开我们26年的时间了 仅以此作品怀念邓公 缅怀为中国奋斗一生的老一辈革命家